18年,希腊从破产边缘又活了过来,2015年,一位叫做乔治查资法提加迪斯的77岁希腊老人,跑了三家银行,想要帮妻子领取120欧元的退休金都无果,到第四家银行排队时,当听到无法领取通知的时候,坐在地上放声大哭,白发老泪,坐地痛哭,成为了希腊经济支出活力。 在泥台中攀山前行的象征,这张照片让希腊人心酸哭泣,也让全世界知道了希腊宣洩债务危机的希腊人民,有多么艰难。 的确,债务危机爆发之前的2008年,希腊人均GDP达到了3万多美元,几乎是同时期中国的十倍。 而到了2016年,希腊人均GDP翘水一般,落到了1万8千多美元,已经被中国深圳所超越,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。 今年的6月22日,年仅44岁的希腊总理齐普拉斯,在电视上向全国人民宣布了一个消息,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正式解除。 用他的原话说,从23日我们的国家将重拾信心,重振力量,希腊终于变回了一个正常国家,在政治上和财政上重获独立。 那一天,兴奋的他特意打了一条酒红色领带。 在2015年上任的时候,他曾许下承诺,希腊的债务危机一天不解除,他就一天不打领带。 一国总理,连领带都不能搭,这几年来了也是让希腊人看着揪心。 算起来,希腊深陷这场债务危机中已经八年了。 八年来,希腊人必经了恐慌、崩溃、绝望、奋气、希望。 当时的希腊,在破产的边缘苦苦挣扎,身为欧盟成员国。 其他国家也不愿看到希腊崩盘,只好从自己并不宽裕的库房里。 挤出银子来相借,其中,德国借的最多,至少借给希腊235亿欧元,为了哄着希腊不要退出欧盟吃。 德国这个债主非常憋屈。 不但不敢催还钱,还得忍受希腊的种种无奈。 比如希腊是不是跟德国算起二战时的旧账。 2015年,希普拉斯上台后曾表示,纳粹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给希腊造成巨大损失。 希腊将向德国追讨赔偿近1620亿欧元,超过希腊所欠债务总和的一半。 你说德国气不气? 就这样,在多方的帮助和自己的死撑下,希腊终于要过了这八年的困难时期,面对重新变回了一个正常国家。 在政治上和财政上重获独立的希腊,欧盟开始不再困着了,要和希腊算一算就账。 二资本主义的落后,在困难时期,希腊为了吸引资金,曾经做出了一项受到不少非议的决定,出售永久居留权。 2015年7月9日,希腊出台了最新的移民政策,只要在当地购买价值25万欧元以上的房产,就可以直接获得永久居留权,并且是一家三代。 当时在欧盟,这样做的不止希腊一家,同样遭遇欧真危机的葡萄牙,西班牙比希腊还要早。 但他们的门槛比希腊要高,50万欧元起步,并且是临时绿塔,想要拿到永久居留权,还需要做移民签,满足一定条件,而希腊,直接是一步到位。 不用做移民签,不用考语言,看在希腊欠了一屁股债的份上,欧盟睁一眼闭一眼,但现在,欧盟准备给希腊立点规矩了。 据报道,本月初,欧盟司法事务专员希腊、马尔他、塞普鲁斯的投资移民政策表示不满。 他认为,大量的欧盟境外投资移民涌入,难免为欧盟的安全带来一定威胁,使欧盟变相成为洗钱、不法分子和贪腐者的天堂。 因此,欧盟很有必要建立统一的对外移民政策。 按照现在的八甲态势,希腊的购房移民,很有可能像匈牙利国债移民那样,因为非议和压力被关停。 这是很多中国投资者,不愿意看到的事情。 在希腊购房大军中,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国人,占到了四成,排在后面的分别是俄罗斯、土耳其、埃及。 这项计划让希腊吸收了十几亿欧人的资金,并且在当地形成了不少产业,解决了很多的就业问题, 比如有专门真的外国购房者的中介、德福,为外国购房者做公寓管理的物业、保洁、装修公司等等。 八年来,深陷经济危机的希腊,随处可见资本主义制度的落后。 在这里,很多大学生只能找到售货员、服务员这样的工作,有些还是名校的留学生。 我们有位客户在希腊开贸易公司,找了一位希腊妹子,英国留学回来的,会六种语言。 落外表,年质身材都是一等一,跟明星相比都不逊色,但她也只是在那里做一个小文员,有的家庭只有一个人有工作, 靠着两三千欧元的工资,要养活一家子人。 我们带客户去希腊看房的时候,给他们开车的司机,以前是雅典大学者学习的老师。 失业后,老婆跑了,房子没了,暂时只能找到司机的工作。 她边跟我们说,她的故事还不棒幽默,说现在是苏格拉底,在为你们开车,弄得我们有点受宠若惊。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经济危机,比喻为资本主义的顾及,周期性发作,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矛盾的集中表现。 马克思认为,除非推翻资本主义制度,生产资料的工有制代体私有制,才能彻底解决经济危机。 像希腊这样在资本主义,路上走得黑的,当然在制度上,有着先天性的落后。 所以,他们被经济危机折腾了八年,也是活该。 三我们不要理想国,我们只要这城市的幸福。 最神奇的是,希腊尽管许在渡狱,政府依然不敢放松,对于民众的高福利、医疗、教育、养老这三座大山,政府自己躺着。 而人民每天工作五、六个小时,其中一个小时的时间在喝咖啡,坐在崖岭街头的咖啡馆,看着修寻的人们正惬意享受着午后阳光。 你很能把这个国家和经济危机,破产联系起来。 而反观我们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中国,人均GDP年年上涨,却人人行色匆匆,神情紧张,卫生剂分拨劳累。 对,改变街头,这不仅仅是希腊的神奇,这也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神奇,我们也曾感到困惑,西方的选举制度有着明显的缺点。 那就是为了上台,竟选者会用尽一切手段,承诺改民众好处,可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能够支付承诺的实力。 比如希腊,一个还没有彻底精力工业化的国家,GDP的85%来自于服务业,一个国家的经济,都是靠卖门票,开酒店来维持。 单一性太强,根本撑不起希腊人民,习以为常的高福利社会。 所以他们出现经济危机,一点都不奇怪,道理希腊人都懂。 哦,可是,大家为什么不愿牺牲一点眼前的福利,去为这个国家换取更持续发展的明天呢? 因为理想国,在希腊没有人性,他们只想要眼前这城市的幸福。 他们认为,如果牺牲城市的幸福,去换取理想,那结果就是不但理想最终成为谎言。 连城市的幸福也得不到,经济危机总会过去,没有必要因为在时的困难,经验费时,放弃原则。 希腊人民是很务实的,就像著名的人权宣言,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宣言,一个团体一个领袖站在广场上,向大家宣示着理想。 这个把戏在西方早就不管用了,人们看崇德是这份宣言里列出的人权清单。 比如,人民有生命、自由和人生安全的权利,不得是为奴隶和免于奴役的自由,免受顾情的自由,不受任意逮捕,拘业或放逐的自由。 公正和公开审讯权,无罪推定权,私生活、家庭、住房或通信,不受任意干涉的自由,奸喜自由,享有国籍的权利,婚姻家庭权,财产所有权。 思想、良心和宗教的自由,到底哪些是人民该有的自由和权利,一条一条像清单一样列出来。 在西方大选的过程中,政客们的承诺也更加是清单,要增加那项福利,要减免那条税负,要优化哪些政策。 一条一条的提出来,他们知道,如果没有这些务实的东西,就没有人把选票投给他们。 在悠闲的雅典城,看到的起劳忙碌身影最多的地方,也是中国人最多的地方。 中国城,在中国人没来之前,这里是雅典最差的街区之一,随处可见流音和隐君子,中国淘金者出来乍倒,看上了这里便宜的房租。 经过近十年的打拼,这里从空邓区,变成了雅典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。 十年来,中国人在希腊的经历,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神奇。 中国的冒险者们用当地人,难以想象的勤劳和生活方式,迅速获取财富,然后再将钱汇到中国故乡,等到一个市场饱和了。 没有利润了,他们在一晃而散。 这两年,雅典的中国城没有了当初的繁华,但这里也迎来了新一批的中国人,手里拿着25万欧元和房契,想要换一张永久绿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